兰皮尼一所学校的物资发放仪式上 辞职之功邂逅了一位十岁的小女孩 这个小女生她叫做史迦娜 就发现她是全身她就一直在颤抖 就是握着她的手的时候 我就发现原来她的衣服是湿的 我就暂时抱着她 当她这么短暂的一个妈妈 冬季的兰皮尼 清晨温度不到摄氏十度 农田里这个红衣服的身影最醒目 她就是斯里加纳 每天早起的第一件事 就是帮阿嬷处理农物 一个小小的生子 冬天里她身体在抖着 但是还是在帮忙做家务 冷的 它这么小 然后就没有爸爸妈妈 可能老人家在照顾她 可是她好像生活上面很多都是需要她自己来 没有一个依靠 职工带了一张金丝玉海报要送给斯里加纳 她爱不释手 立刻把海报贴在土墙上 家里看似没有电灯等设备 职工忧心地问要怎么复习功课 小小的孩子非常想要学习 虽然这么渴难 还是会坚持地继续求学 不放弃 根据尼泊尔的传统 一个适婚年龄的女孩要嫁人 彩带篮子是嫁妆之一 斯里加纳向村里的妇女学习编织彩带篮子 委托慈基之工带到台湾 想送给远方敬爱的正眼上人 表达感谢之意 大爱新闻 这次美之宫李立新 杨文辉 尼泊尔报导 这次美之宫李立新 杨文辉